2023微博之夜好多明星赵丽颖、王一博、杨紫、肖战、唐嫣、刘毅、菲、杨幂等都来了。 2023年微博之夜真是热闹啊,看了一下参加微博之夜的明星阵容名单, 包括杨紫、赵丽颖、肖战、居静一、王一博、杨幂、李献等优秀的艺人, 还包括迪丽热巴、一身千玺、唐嫣、刘诗诗、刘亦菲、关小彤、龚俊、朱一龙、张颂文、陆寒、白鹿等等。 这个微博之夜真的很热闹,内余各大顶流都来了。 虽然说含金量不高,但属于浪自己办的个年会,然后给大家分分猪肉, 但是大家都得给面子来,还要穿得漂漂亮亮。 看来浪还是很霸气,他邀请,没人敢不来。 毕竟作为国内垄断的公共社交媒体家文娱宣传平台, 谁无缘无故不来参加,就是跟他作对。 特别是每年砸那么多钱在浪营销的年轻艺人们, 不来就是不给高飞总面子。 而且别的流量们都来,唯独有些人不来, 还会被说风头不在了。 看到一线卫视家四大视频网站也很配合。 主持人这块,中年主持主打姨妈家的尼格买提家自由人李爱, 年轻主持有芒果一哥一姐其思君和李沙敏子, 话题主持有芒培养出来的张大大, 东方卫视也派了斯文家一起来。 可是这种活动真的很无聊, 从这就能看出微博现在就靠饭圈拉活跃度了。 最后谁拿了微博的什么奖除了粉丝,会有人在乎吗? 看普通的晚会至少还有些有点质量的节目可看, 微博之夜就一个大黑台,各大流量轮流走红毯, 上来拿讲几微博站台,对广大。